在中国大陆属于中共当局直接操控的最基层的社会性机构 是分布在大街小巷的街道委员会 翻开居委会的发家时就会发现 这个古怪的机构仅仅依附于中共 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它的黑影 大陆人士指出 居委会其实是中共安插在民间迫害民众的特务机构 中共窃国后 为了进一步控制民众的思想 在50年代成立了居民委员会 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大街小巷 按照中共的说法 居委会是所谓的关心民众的贴心组织 有困难找居委会就能得到解决 但大陆网络作家金楚指出 居民委员会实际上是中共安插在民间 专门用来监督、告密、举报民众的一个特务机构 50年代末 中国经历了大约定以后的大灾难 最初居民委员会的人选都是一些能说会道、专横跋扈的老人 他们以调解家务纠纷为名 走东家、串西家 对各户情况、思想动态进行了解 并拟定重点被监视的居民 把窥探的情况向上一级部门汇报 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 居委会是中共政权的一部分 它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控民众 它里面有中共的一套机构 经费也是不小的 它这个办事处的这个书记啊 还有它这个这个主任啊 那都相当积极的管啊 可能是一个相当一个副书记啊 科技的一个管 拿工资拿得不少的 有些大学生很愿意到这当头啊 靠动他们的人啊 就当耳目啊 那个看看哪一家有什么事啊 那它另外还有些权利呢 你给年实业在家 你要被领救急 是吧 领这个这个 补助 那他们说了要算的 他们签了字 你才可以领救急啊 他们不签字的话 你就不可能领到救急 所以有些人也下这么靠拢 北京维权人士王灵说 现在很多大学生 甚至博士生都找不着工作 在巨委会工作三年 然后给他们转正 上北京户口 他们为了这个目标 对巨委会唯命是从 90年代 巨委会发展成了与公安局 和巡逻安全防卫办公室 以及城管执法联动的机构 中共给巨委会配置了警车等交通工具 据明慧网报道 居民委员会一直用造谣 污蔑 栽赃 陷害等手段 对法轮功学院的家庭 进行登记造册 长期跟踪 冰烧 电话监听 参与抄家 非法抓捕 送牢教等 死心塌地地贯彻 中共的各种违反人性 人权的政策 отвеч 刑